醒目一拍啊,书归正文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这书啊,可能有点长 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啊 这一番,咱就把这杨乃乌小白菜 案结案,那有人说这不是你风格呀 嗨,有好朋友 给我反馈了,说咱们这个 历史书馆啊,离开 历史啊,就没有意思了 现在讲的呢,基本 属于是民间传说起案 这一点呢,我就得跟您解释一下了 你像咱们现在说的杨乌乌小白菜吧 虽然是民间传说起案 但是也是历史之中 真实发生过的 那可说呢,我听众好朋友 最大,您要是不爱听 咱们换别的,明儿咱换热闹的 不一定啊,讲实权武功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二大金川的梁子 一直没捋出来 那既然这样呢,咱就不如讲一个我熟悉的 咱们再回过头去 聊聊嘎尔丹 其实啊,这嘎尔丹啊,咱们讲过几集了 评准评回,还有以前的 这个乌兰部统治战 可是咱们呀,一直就没细聊过 草原上这位熊主 那得,那到了明儿啊 咱就继续回到咱们的 家国情熟的历史知识当中 那今儿啊,您容我缝个嘴 咱们把这个杨乌乌小白菜案呢 给他截乱 上文书咱们说了 这葛小大呀,他死了 死因呢,没什么离奇的 实际上听来啊,就是啊 这葛小大自己给自己诊病 擅自给自己开了个药方 谁想啊,中了十八反了 药是好药,吃错了,死了 听着这死因呢,没什么蹊跷的 可是呢,这尸体停炼没两天呢 从这个耳鼻就渗出淡淡的血水 直到这会儿啊,这别人还没有生意 哎,唯独这葛小大的干娘冯许氏 跟小大的妈妈沈玉士就说了 说不这干儿子呀,死得蹊跷 这沈玉士听了他的话之后 再看看这葛小大从口鼻当中渗出的血水 他也觉得这里边的事可疑 必定这儿子年纪轻轻就死了 他也不甘心 于是决定到县衙区告证 最起码啊,这县的老爷派了武座前来查一查 大家也好安心 那么说就上堂几股名冤打官司去吧 哎,哪那么容易呀 出了这种事儿啊,得有戴告 戴告是什么人呢 就是地宝,当地的地宝叫做洋人 小大的母亲请来了地宝洋人 写了状词之后 第二日,也就是十一日的黎明啊 这两个人一同就上得县衙的大堂 就成交了自己这份诉状 时间太早了呀 这县他老爷还没起呢 等到起床之后啊,刷牙漱口用慢了早点 正要和他们出门一起去现场勘察 大清朝有规定啊 这人命是大事 一旦呢,出了这种人命案 非自然死亡案件 这县衙里边的县太呀 和武座一定要亲自到场验看 也就是说这武座呀 从验尸到填写诗格的全部过程 都要在县太老爷的亲眼监督下 才算完成 最后呢,这个武座 班头和这个老爷呀 三方签字之后 这份诗格才算生效 那么诗格是什么呢 咱们书中代言的这诗格啊 就是验尸报告 刚要往外走去出现场的时候啊 这时候从外边进来一个人 这个人呢 是跟这个县太老爷刘西彤啊 早就约好了的 是谁呢 这人是当地的一个乡绅叫做陈湖 是本地的一个秀才 精通什么呀 精通这个养生之术 这刘西彤把他找来呀 是想给自己开几副补药 这是早些时候就约会好了的 谁想着一来呀 不巧 这刘西彤有事啊 要出去 这陈湖啊 跟这位老公主 县太老爷刘西彤啊 平时就是半师半友 所以说话呢 也不客气 他说老公主 您这是上哪儿啊 这刘西彤说呀 哎 你来了 那你先呢 在这个后衙坐坐 我呢 出去验个诗 一会儿回来 咱们再说咱们俩的事 哎 这个陈湖就问 您到哪儿 去验诗啊 是验谁的诗啊 这刘西彤说呀 哎 东门 格品莲 小名叫格小大 豆腐房那个技师 这陈湖一听啊 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说 哎呀 是他呀 没想到他真的死了 这刘西彤一听 他是这种口符啊 还不走了 问他 你说清楚了 什么叫真的死了 这陈湖一听啊 凑到这个老爷身边说 说您没听说过吗 在咱们县里边 有这么一个传闻 叫做羊吃白菜 于是啊 这陈湖上来之后 就把这个羊乃舞小白菜 一系列的传闻 讲述给了县态老爷 刘西彤 这刘西彤一听说 哎呀 原来是这样 这么一说 这格小大的媳妇小白菜 很有可能 是和他人有染之后啊 联合金妇谋害了本夫啊 再加上格小大的妈妈 壮志之上写的清楚 这格小大死后啊 耳鼻渗出淡血 很像中毒 嗯 走 咱们瞧瞧些 于是这官差一行人 骑马的骑马 作教的作教 一同就来到了东门 格小大的家中 既然是公差公事吗 哪有那么多闲话呀 道德这格小大家中啊 聊开了诗身 这武座就开始咽诗 这武座叫什么呢 这武座呀 叫做沈祥 这沈祥一看呢 哎 这才小三天的时间 这尸体呀 已然肿胀了 上身呢 呈淡青色 手直截脚直截呀 都呈暗灰色 从这个口 鼻当中 确实有淡淡的血水渗出 不过呀 只是口鼻 双眼双耳 并没有血水渗出 这么看呢 有中毒的迹象 可是呢 并不明显 因为呀 这指就虽然是灰暗色 但它并不是青黑色 中毒者呀 七孔出血 这葛小大呢 只有口鼻流出淡淡的血水 那怎么办呢 那现在呀 只有银针探毒了 武座呢 就用银针呢 刺进了小大的喉咙 这拔出来一看呢 果然是黑的 咱们再简化 咱们这书啊 在这儿啊 也得说一说 这银针探毒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银针探毒 中国自古就有 宋代的喜冤录里啊 记载的非常清楚 就是用这个纯银的银针呢 刺探死者的这个 喉部以及腹部 拔出之后 变黑呀 就证明这个死者 是P霜中毒 南方人呢 叫P石中毒 北方人叫信中毒 那俗话说的就是P霜 那这事儿啊 很明显是个化学反应 咱们还得结合 现代的化学来说说 那实际上啊 和这个银针反应 让银针变黑的元素 是什么呢 是硫元素 那么说这个P霜呢 是三氧化二身 这东西里边 它又不含硫 那这银针怎么就变黑了呢 那咱们就得说说呀 这P霜本身了 这P霜分两种 一种是天然的 那也很纯的那个 但是呢 得到很不容易 另外一种呢 就是从这个 其他矿物质当中提炼 那从什么矿物质当中提炼呢 雄黄雌黄 那分别就是啊 这个四流化四身 和三流化二身 您听见了吗 就因为提炼不纯 这里边就有流了 再经过提炼呢 就能提炼出这个红P和白P 也就是啊 咱们北方人说的 叫红信白信 这里边都含流 这红信呢 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您听着一定耳熟 就是啊 那个次大臣死 那个先贺顶上红 实际上呢 这银针变黑呀 就是这个银针 遇到了流化物之后啊 生成了反应 生成了流化银 所以他黑了 他和真正的这个P霜啊 三氧化二身 他不反应 可这尸体啊 放几天之后 他自己就产生硫 这么一来呢 这银针呢 扎到小大的身上啊 即便小大没有中了皮霜之毒 也可能这银针变黑 但是这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有 可能是因为体内流含量的问题 浮度了皮霜 这流含量就高 如果是尸身呢 自己分泌出来的流 那么流含量就低 所以说呀 把银针拔出来之后 一看银针变黑 用造假水呀 清洗一下 这银针变白了啊 那么就是这尸身 自己产生的流化物 哎 如果这银针没有变白 还是黑的 那便是中毒了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 关键的环节 这沈祥武作呀 没有照着去办 拔出银针一看呢 是黑的 可是他从这个 自己的经验判断呢 这黑的颜色并不是很重 于是他觉得是中毒 但是啊 不是皮霜 看这样子呀 可能是烟毒吧 那什么是烟毒呢 就是人呢 吞服大烟自杀 所以说呀 这叫烟毒 这会儿啊 别人还没说话呢 跟着县他爷一起来 验尸的一个差异 他表达出了不同的意见 那么这个差异是个什么官呢 屁官也不是 是个门官 是这县衙里边撞班 门房回事的 可是既然跟太爷出了现场 他也算是工人 他自打出门的时候 听见这个县他爷的保监大夫 这陈胡啊 一说这个羊奶无小白菜 羊吃白菜的这个事 他可就上心琢磨了 因为这事他也听说过 那他就越来越觉得呀 这格小大的死 肯定跟羊奶无小白菜有关 于是这看门回事的牙役神采全呢 上前一步就跟这个武座说 怎么了 怎么呢 这银针都变黑了 那肯定是中皮霜死的 你怎么说是烟毒呢 这烟毒啊 得是自己吞服 别人呢 害不了他 你问问你问问 这格小大的这些家人 他平时有要自杀的迹象吗 没有啊 那就是别人所害 别人所害呀 就不能用烟毒 那这个武座沈祥说 说要是皮霜毒死的 这会儿的尸身呢 就应该已经僵硬了 你看这格小大的尸体呀 软软乎乎的 他也不僵硬啊 这神采全说 你放屁气吧 现在天热 所以才不僵硬 这县太老爷 刘七彤一看呢 自己手下的两个差役 在现场就吵起来了 这有伤官体呀 也损害了这牙医们在百姓心中的权威性 所以这县太老爷下令 现在这诗格上 天写上中毒而亡 至于是什么毒啊 咱们回到大堂之中 再审再问 他先问问杰芳斯林和格小大的家人 你们在家中最近发现什么毒物吗 这大伙儿啊 一边剥了脑袋 回头可就都看下了小白菜 对呀 因为这家里边人口干净 平时就是丈夫格小大和妻子小白菜两个人 这小白菜也是摇头啊 说我并没发现呢 这家中平时多了什么毒物 这县太老爷一听啊 那既然这样 咱们一同回到大堂 咱慢慢审 实际上这会儿的刘西彤啊 心里边也有个琢磨了 他也是先入为主 他觉着既然是中毒而死 必定和这个陈虎所说的羊吃白菜这个事啊 有关 这是官面上的记录 这坊间传闻呢 前文书我也跟您交代过了 县令刘西彤本来就和杨乃武有仇 在他的心里边啊 他也愿意把这件案子办成了阴间奴杀案 既然有了这种想法 那这案子呀 那审不清楚了 因为他根本就没打算把他呀 按照格小大正常死亡那么神 于是回到府中 这大老爷声唐审哀 你赔经唐木 带 格品连制期 隔壁是上唐问话 这小白菜跪在唐口啊 可就吓坏了 为什么 他偷眼一看呢 唐上的老爷 寺外的牙医啊 个个怒目而视的瞪着他 这老爷说的第一句话就混蛋 这刘西彤说呀 老爷的唐上问你 你到底与何人有奸情 这小白菜一听啊 就愣住了 我和何人有奸情 我倒是和你儿子有奸情 这事能说吗 于是就宁死不着 有的文献中记载啊 说在当堂之上 这刘西彤就开始诱供了 要把这件事情啊 往这个杨乃武师上拐 可是呢 这么个说法 太不符合常理了 这诱供啊 也不是这么个诱供法 这当天呢 可算是没问出个什么 可是呢 这县长刘西彤啊 就认为这小白菜有嫌疑 于是就没把小白菜放回家 直接呀 就把他收监入牢 到了当天晚上啊 就有人来看小白菜了 谁呀 前文书咱们所说过的 何春芳的拼付 阮桂金 他干嘛来了 他是受啊 这何春芳和刘子汉的托付 他来到大牢之中啊 就告诉了小白菜 你可不能乱咬 这刘公子啊 和何春芳 这两个人 一位啊 是县他老爷的公子 另外一个 可是咱们县梁肉局的局长 梁库的库司 你要不攀扯出他们来呀 哎 他们还能想办法救你 这县的老爷 现在是认准了 这葛小大是被人毒死的 你要招不出凶手来呀 你也出不去 你呀 就说 你和这个杨乃武私通 这个毒药啊 是杨乃武给你的 他给你的时候啊 说是给小大治病的 你可不知道是毒药 小大服用了之后 才撒手人寰去了 这小白菜听了以后说 我怎么能够攀扯好人呢 这杨二先生 对我们一家子 可是不错呀 这软贵金软的姐说呀 哎 不错是不错 我跟你说呀 你即便攀扯到杨乃武 这杨乃武也吃不了官司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新科举人 这举人老爷势力大了去了 他肯定不会惹官司上身的 他自然他有他的办法 说实话 这小白菜啊 哎 是个稀里糊涂 没有什么见识的相信的阿们 于是啊 他只好按着这软贵金的说辞 第二天在堂上就承报给了大人 这刘西同啊 一听这小白菜的招对之后啊 心的话说 哎 这正是我想要的 于是派人二话不说 道德洋府就把杨乃武捉拿到了公堂 这杨乃武来到公堂之后 当然是不承认了 不但不承认的 还破口大骂 他骂谁呀 他骂这个小白菜 诬陷他 骂这个县态老爷呀 稀里糊涂是个宫官啊 错断了案情 这刘西同一听啊 好 你得走着你的 看着我的 你不不招吗 来人呢 用刑 这杨乃武一听用刑 他更有说辞了 我乃当朝新科举人呢 你不能对我用刑 这刘西同说 好好好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一道公文啊 乘于知府 那乘于哪个知府 杭州知府 这杭州知府 姓陈叫陈鲁 这陈鲁 那可是个乡君出身 您看这事啊 又和这乡君勾成了 这刘西同为人呢 您别看 他是个县棍 可是官场老了 在官场当中 混迹了多年呢 颇有些手段 他和这个上司陈鲁啊 把兄弟 刘西同给陈鲁的公文呢 里边一共有三张纸 一张纸啊 是隔除杨乃武公民的请令 另外一张纸啊 是一份五百两的银票 还有一封啊 就是这刘西同 给陈鲁的私信 这信上说 这杨乃武虽是新科举人 但是平日不服管教 今天呢 又阴间谋害了人家的亲夫 所以请求这个知府老爷呀 哎 隔去的公明 这案子也好审理 您想啊 这知府老爷陈鲁 姓陈叫鲁啊 他确实够鲁的 秋八出身呢 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学问 这一听啊 他也急了 好 那个杨乃武啊 仗着自己 读了两天书 中了举人之后 就不把我们这些地方官 放在眼里 还敢咆哮公堂 哎 看样子 必须得割掉你的公明 打打你的威风 于是刷刷点点 请示这个学台大人之后啊 就把杨乃武的公明 割掉了 那放下 他们不说呀 咱们再说于航县 于航县 刘西同这边啊 实际上 他早知道 只要公文一下 他这个把兄弟知府老爷 肯定能给他批付 所以说 没等回寒到来啊 他早着巴巴的就给杨乃武用行了 不但给杨乃武用行 还给小白菜用行 小白菜用的是什么行啊 攒纸啊 你看这几个皮条子 勒好了小棍 把手指都插进去 两边一收劲 这两边都撞斑牙 一使到三成劲的时候 哎 这哀家的老娘们就晕过去了 那为什么说哀家得是老娘们呢 这攒纸之行啊 是专门给妇女上的 那这杨乃武用的是什么行啊 杨乃武动了夹棍了 这夹棍是什么呀 三根一讨来尝的棍子 豆根啊 胳膊那么粗 把这罪犯的怀子骨 往里边一伸的 两边一夹 往下一按一使劲 这个疼啊 谁也受不了 你就是大罗金仙 也得问你什么招什么了 那这个夹棍之行有多重呢 这大清律规定啊 一个犯人只能用两次夹棍之行 可是这刘西彤狠劲一上来啊 连着三天 给这杨乃武就用了三次夹棍 您别以为 这杨乃武身上用的飞行就完了 我跟您说啊 传说中的满清十大故行啊 自此以后 这杨乃武啊 才要挨个长了一辆 我本来是想啊 今儿啊 把这个杨乃武的故事啊 就给您讲完了 可是看样子实在是不行了 所以说咱们留个椅杯啊 明天接着聊 这杨乃武的故事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